大家好,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,创作不易,感谢大家支持。 毛泽东在笔记中评价刘秀时,用了三个罪,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,最会打仗,最会用人的一代明君。 三个罪准确地概括刘秀的国人之处,也深刻地表达了毛崇高的敬意。 要知道,毛自恃极高,泛泛之辈难以入其法眼。 就连秦皇汉武,唐宗奉祖,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这样光耀千古的牛人,在他老人家的眼中也不过是略书文采,稍训风骚,只是弯弓射大雕的等贤之辈。 下面就通过三个罪,戒毒刘秀的厉害之处。 刘秀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动荡之后,使天下再度平静,天下富称汉,青年白手起家,崛起于昆阳之战,扫平了诸多实力远强于己的天下群雄, 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奇迹。 可以说,历史上取天下最难的开创之主就是刘秀。 刘秀是从田间走出的贵族,他的特殊出身是他日后能够以仁德治国的根基所在。 他生性乐于耕种,又通晓经书大义,开创了世人赞誉的光武中心时代,以柔术智取天下的刘秀,没有始皇帝的霸气,没有汉武帝的雄强,但他创下的伟业也毫不逊色。 所以为自己赢得了未面之子的美誉。 刘秀是汉高祖刘邦的九十孙,出自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流发一脉,虽然是正儿八经的皇室贵宙,但由于庶出及西汉推恩令的猎梯降侯。 到刘秀这里,已经沦为种田为生的农户了,刘秀并没有埋怨命运的捉弄,而是泰然处之,耕种之余以读书为乐,为此还经常受到哥哥流眼的冷嘲热讽。 青年时期的刘秀就读于当时西汉的最高学府泰学,相当于现在的清华北大,所以刘秀学术造诣很高,文章写得很漂亮,是一枚典型的学霸。 后来刘秀由于经济原因中途辍学,但相比社会闲散人员刘邦,半文盲朱元璋,老兵游子赵匡应等,他绝对是学历最高的皇帝。 刘秀手下的将领大多是泰学生,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谈学论道,冷化程度普遍高于其他朝代的开国远勋。 刘秀是不明则已,一名惊人,王莽兴朝不得民心,家之彼时天灾频发,中原赤地千里,哀鸿遍野,各地农民军纷纷揭竿而起,一时间起义遍地开花,天下大乱。 刘秀并没有盲目跟风,而是审时夺势,静观其变,看到各地农民起义以成燎原之势,新潮岌岌可危,他方才决定起兵。 起兵后的刘秀,犹如蛟龙入海,猛虎下山,经历大大小小几十战,用了短短数十年时间扫荡群雄,聘定天下,白手起家建立了东汉王朝。 明末大思想家王夫之,称赞刘秀史,起于雪氏大夫,习金术,中摄大位者,统一全国后,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,修养生息,恢复发展生产的积极的政策措施,使得全国在短短的十多年后就出现较为安定的局面,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发展,汉家天下转危为安,得到延续和发展。 刘秀常年驰骋沙场,对战争十分厌倦,也明白天下百姓极苦,国力不堪损耗,大家都向往和平安定的日子。 自从平定龙属两地后,如非万分紧急之时,就不再滥用兵力,皇太子曾向他请教战争之事。 刘秀说,这不是您该考虑的,每天早晨上朝,直到太阳西斜才退朝,常常找大臣、郎官、议论经典,直到深夜才睡。 太子劝刘秀多休息,保重身体。刘秀说,我乐于这样,不觉得疲惫。 历来对光武娶天下的过程都有很多口水,比如有很多人认为统一时间太长,比如有很多人认为刘秀的对手都不怎么样。 也许,确实,刘秀的对手影响了刘秀的发挥。 但是,请认清这么一个事实,智如刘邦、李世明、朱元璋等等,他们是兼并了兼并者。 而刘秀取天下,天下豪强皆为刘秀一人所兼并。 不论东汉的史料人数有多少水分,刘秀击杀击溃的敌人应该是史上人数最多的。 东汉开过群雄兼并这种过程,进展缓慢,以至于大部分的兼并事业都由刘秀本人来完成。 而在其他时代,都是互相兼并,兼并之后剩下的几个巨头PK。 这不妨碍我们认为刘秀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,是一个伟大的语言学家,是一个能够具有极度聪明预见能力的人。 不论历史对他的评价如何,我们现在来对刘秀的征战生涯做一个总体回顾,并给刘秀一点小结,希望这个小结比较客观,能够得到认可。 在刘秀的征战过程中,名将谋臣,亡顾者多。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,一大串战争中刘秀击溃的敌人。 王莽所部,王巡,王毅为主将的主力43万大军。 割据称霸,王朗,刘勇,魏肖,公孙树,卢方,庞宠,人数不中几十万。 刘扣部队,赤梅,铜马,各种刘扣约数十万中或者百万。 庚使部队,朱佑,李毅,以及谢公等等,中数十万。 地方势力,张布,董县田荣,张峰,刘扬等几十万。 叛徒部队,邓凤,苏帽,庞蒙,严岑等数十万。 少数民族,枪族大军。 然后让我们再来看看刘秀一路走来,他的性格,他的为人,他的事迹,他的表现,他的种种。 他是幽默皇帝,拥有高学历,高情商,说话诏书很有感染力的皇帝。 他是仁慈皇帝,人家劝他挖黄河,淹死敌人,心生不忍而拒绝不从的皇帝。 他是亲情皇帝,逃跑带上妹妹一起, 还想着把姐姐和外甥女也救下来的皇帝。 他是大勇皇帝,见小敌聚,而见大敌勇。 虽千百人,无王义的,无所畏惧的皇帝。 他是逆境皇帝,长兄被杀之后屈从仇人,随时可能被杀。 历代帝王中处境最危险的皇帝,他是逃难皇帝。 但将匹马到河北,众人归之如柳,仓村遇险,亡命颠沛时间最久的皇帝。 他是应变皇帝,吃霸王餐被人识破, 然而若无其事,应对自如,心理素质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应变皇帝。 他是神武皇帝,对各个战场都能洞察先机,判断形式准确无比。 照指示办都能成功,违背指示都招致失败的神武皇帝。 刘秀之人善用,善于出奇制胜,云台二十八名将,名垂青史。 他是亲征皇帝,不喊同志们冲啊,而喊同志们跟我来,打赤梅,打邓凤,打未宵,都亲自上的亲征皇帝。 他是无奈皇帝,给姐姐做梅却怎么也做不成,只能贪贪首相姐姐报告,办不成的无奈皇帝。 他是文学皇帝,从嘴巴和诏书里蹦出无数成语,如有志者、世敬成等流传千古的皇帝。 他是平衡皇帝,在爱情与亲情以及责任感中游刃有余,在皇后与爱人的身上似乎作爱也平等,产子居然一样多的平衡皇帝。 他是首万皇帝,废太子废皇后,波澜不惊若无其事,远超离世民与康熙的皇帝。 他是梦想皇帝,许下誓言,誓幻当作执金吾,许妻当取英丽华的梦想成真的皇帝。 他是柔道皇帝,创业后功臣名将始终保全,共享成平之乐的柔道皇帝。 他德才兼备,豁达大度,是历史上少有的没有杀开国功臣的皇帝。 亡者胸襟可想而知,功臣们没有一个因为退居二线而心生不满。 君臣双方皆大欢喜,刘秀招降的敌对势力,一旦归顺便死心塌地。 这一切都归功于刘秀超凡入胜的用人智慧。 刘秀的综合实力几乎可以与李世民并驾齐驱,并称为史上最强。 但是刘秀也有一些不太好的缺点,这导致了他后来的声望不算最好。 红花虽好,要有绿叶扶持,皇帝虽加要有名臣衬托。 但刘秀一朝由于自己的掌控力强,几乎是摆脱了大臣,把事情都揽过来自己干。 因为皇帝揽世所以忽略了制度建设,刘秀废除了宰相制度,依至于东都无名臣。 这是刘秀的缺点之一,刘秀晚年的不信任人,建吾二十年,刘秀得病。 当时他将皇城内外的禁军领导全部换成了英丽华的兄弟,几乎没给刘姓宗士。 这也是一个危险举动。 刘秀还罢免了各地的兵役制度,使得西汉的优秀兵役制度完蛋了。 西汉兵役制,农民农贤练兵,立秋阅兵,各郡县都有专门的军事设施机构。 但这些郡县兵在王莽时代国侠成为推翻王莽的重要力量。 刘秀有见于此,就把西汉的这个兵役制度给推翻了。 仅留下少数边防汉军仍实行该项制度。 这个制度对东汉的实力削弱也是肉眼可见的, 以至于东汉当时就有人说刘秀愚蠢,硬哨怒道,天生武才,谁能去兵。 这个政策在东汉时代极遭质疑。 总体而言,刘秀一生狭不掩欲,功大义。 但作为历史评价,也要看到刘秀的一些局限性。 她是历史上一道耀眼的光芒,刘秀的性格低调内敛,免利藏针。 这也导致了历史上她的功绩和知名度不成正比。